你敢相信吗 这居然是为了捕捉野猪 专门设置的陷阱 抓猪的成功率高 合作率也很高 只需要一道玉米 农场主就能抓住好几只野猪 一旦看见了美味的食物 野猪就跟丢了魂似的跳进去 既然捕捉野猪如此容易 美国野猪都泛滥成灾了 为什么不学学呢 谈笑有红炉 科普白丁 我是探索君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 美国为何不治理 霸占街头的野猪这件事 据不完全统计 流窜在美国各地的野猪 有将近600万头 那这些野猪从何而来呢 15世纪末期 欧洲殖民者把家养的猪 带到了美洲大陆 一个不小心没看住 家猪逃到了野外 经过不断的繁衍 有了野性 为了生存下去 长出来了松茅和獠牙 进入到19世纪后 欧洲有钱人纷纷涌入美国 把受猎野猪当作是一种乐子 单独的猎杀野猪还不行 还要把家猪放到野外 让家猪和野猪交配 繁衍出来更强大的后代 久而久之 有钱人厌倦了狩猎的生活 让野猪找到 泛滥成灾的好机会 等到20世纪50年代 美国人反应过来时 已经晚了 极强大的生育生存破坏能力 于一身的野猪诞生了 随处可见的野猪 已经成为了美国结霸 难道美国就没办法 治理野猪了吗 美国野猪泛滥成灾 称霸一方还不够 还要上演各种人猪大战 2006年 美国因为人猪大战 爆发了毒菠菜事件 野猪身上的细菌 留在了菠菜上 不名所以的美国人 把菠菜买回家了 吃完就感染上了大肠杆菌 而且一时间 有205个人 被送往医院治疗 要知道 野猪身上有30多种病原体 以及30多种寄生虫 一旦在野外的河流排泄 就会污染水源 留下大量的细菌 路过的动物 或者人类碰到了 就会被感染 更离谱的是在1988年 美国位于佛罗里达州的 军事基地 迎来了一头捕速之客 野猪直接撞上了 接手训练的F16战斗机 结果就是击毁猪王 好在飞行员反应及时 从战斗机上逃了下来 只受了一点轻伤 留下来价值2000万的战斗机 在和野猪的斗争中 直接报废了 在美国上演的人猪大战 野猪战上风 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且在不断的进化中 美国野猪 已经进化成了超级野猪 2004年 低头野猪 突然闯进一位农场主家里 紧锁的铁门 被野猪一途撞开了 情绪之下 农场主直接开枪 将其射杀了 据说 这头野猪长达2.5米 重量更是有500多斤 经过专家检测 这就是当初 家猪和野猪的结合体 超级野猪 没有脖子 但是蹄子很宽 很好速度 高达40公里每小时 别说战斗机了 就算把高速行驶的汽车掀翻 都不在话下 美国每年要在 泛滥承载的野猪身上 花费将近14亿美元 为何不找猎猪手之力呢 因为野猪攻击性强 危害性大 让美国农场主苦不堪言 于是想出来 制造陷阱 捕杀野猪的方法 一旦野猪着了谜 就会带着一家老小 冲进陷阱里吃东西 等到机关按下 防范意识超强的野猪 就会在笼子里四处逃窜 只可惜没有机会了 高架做一个诱补神器 一次性能狩猎到40多头野猪 一般的猎手 会选择拿上大标枪 去野外和野猪正面对决 一般有野狗出没的地方 不远处就会有野猪 由于野猪的皮非常的厚 一个标枪扔过去 还不足以致命 面对不断挣扎的野猪 还得再来一标枪 多扎两次 野猪就会服输了 可这种狩猎方式很麻烦 效率低下 被反击的风险极高 面对泛滥承载的野猪 美国也想要治理 各种方法都试过了 还是控制不住 每年将近14亿美元的损失 要怪就怪野猪太会生 根本就消灭不完 一年生两次 一窝十几头 个个都皮糙肉厚的 跑起来又十分的灵活 将狩猎野猪 实在是太具有挑战性了 美国几个州的农场主 被野猪折磨得苦不堪言 准备了一把步枪 和高倍夜视镜 才掠杀了100头野猪 所以每次人猪大战 都以失败告终了 本期视频就说到这里 关注探索军 每天下午5点 准时探索新知识